大家好,我是黄明志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 我被极端组织迫害出走的故事 2010年是我歌手生涯第一个鼎盛时期 于是我的前公司葡萄子 就帮我在吉隆坡的大型体育馆 Asata Arena订了场地 打算要帮我举办一场万人演唱会 场地付了定金 各方面也安排好了 就在那时候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 有一位古来的中学校长 在开周会的时候 要求华人和印度学生 禁止在回教徒斋戒月期间 在学校吃饭 并且禁止印度学生 带印度传统首饰到学校来 并嘲讽说那些东西像狗恋一样 这起种族歧视事件 引来了该校家长的不满 但也只是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天 就没有下文了 那时候的马来西亚 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言论自由 大家都不敢在网络上发言 或者争取些什么 于是就有很多人 不断地把消息寄到我的inbox 他们会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知道 也那时候的政治风气 也只有黄明志 能够在网络上搞些什么 引起政府的关注 因为我在这之前 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我从小就爱看 Superman,Spiderman,Bajahitam 在独书时期开始就一直在对抗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自以为一双手就能改变世界 于是幼稚的英雄主义驱使了我 拍了一个这样的影片 当时候报章上不停地报道 关于我的负面新闻 尤其一些极端的马来报章 更把我塑造成了反马来人的种族主义分子 警方也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到处收捕黄明志 还在深夜的时候到我马婆的老家围捕 惊动了周围的邻居 但那时候我不在老家 后来我也在8月31号国庆日当天 主动到吉隆坡警察局自首了 I support one Malaysia That's why I'm here to cooperate with the police officer 就在我自首当天 我被告知我的所有专机宣传活动都要被取消 原因是我在全国各地的宣传场地 包括一些夜店、购物中心都已经被极端组织占领 他们早级会员霸占场地不让商家做生意 并大肆撕毁我的宣传海报和布条 即恐吓当地的商家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主动取消我的宣传活动 而我本来讲在Asata Arena举办的万人演唱会 也因为舆论的压力和极端组织的抗议之下 被迫取消了 当事后我一无所有 连本来要投资我拍电影的资方 也撤回了资金 所有本来要赞助的广告商 全部都在一夜之间撤退 我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几年间 我更处处遭到了针对 虽然后来我用了其他的方式完成了我的电影 落死你妈 还打破了当时的电影票房记录 但由于长期被打压 我之后的电影不是被删 就是被禁播 这也驱使了我决定要离开马来西亚 回到台湾 我念书的地方 去发展我的歌唱事业 在台湾的这几年 我努力地创作和工作 作品也慢慢得到了台湾人民的支持和认可 后来入围了五次金曲奖 其中两次还是以最佳男歌手的身份入围 让我感到很欣慰 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一点成绩 2017年尾 我开始了我的个人巡回演唱会 4896 而巡回的第一站就在台北 我离开马来西亚之后 第一站就来到台湾发展 所以台北站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如果让我在吉隆坡半城的话 这个是终极目标 我不知道会不会掉落 我觉得应该我会很激动 后来我也到了各地区举办我的演唱会 每一场都爆满 也让我感受到了自己多年来累积的作品 原来有被那么多人看到 并透过网路传播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在这一次的学语演唱会中 最靠近吉隆坡的一站就在云顶 当晚来了许多政府人员 警察甚至还有警犬 在出场前的30分钟 我还被叫到了小房间 进行高压洗脑式的警告 最后演唱会也在充满压力的情况下 顺利完成 今年8月份 我也收到了本地演唱会公司 Star Planet的邀请 让我在 Asiata Arena 举办我个人的演唱会 事隔9年 这让我感到兴奋却也很担忧 后来经过了多个月的申请 和各单位的探讨之后 这场演唱会也终于被批准 而演唱会的日期 就定在2019年12月31号 今天 我终于又回到了这里 吉隆坡Buket Jale Asiata Arena体育馆 准备要重新启动我在2010年 未完成的演唱会 这也是我在马来西亚的第一场 万人演唱会 我真的感到非常的 喂 我哪个人是你 有没有人吗 我哪个人不够了 Buket Jale Asiata Buket Jale Asiata 我爸爸也知道了 怎么玩得不得了 10年了 我终于回到了Buket Jale Asiata 我终于回到了Buket Jale Asiata 我真的很想哭 10年了 我真的很想哭 有没有T恤啊 有没有T恤啊 等到北北也可以 各位亲爱的少女 各位亲爱的少女 啊不对 是朋友 2019年12月31号晚上9点 如果你们在Buket Jale附近 比如说在大城堡吃大包 在欧阳寺吃越南菜 或者你在国家南门按B2B 按完了脚软没有事情做的话 你们可以过来Buket Jale一下 看看黄明志4896 Final Call演唱会 跟我一起靠到2020年 记得来的时候 不要带女朋友 不要带老公 孩子丢给嘎嘎骨 女儿丢给我 啊不是 是你妈妈 出门前 BertBert记得要喷香水 Kalatai记得擦止汗剂 不然Kalatai有一块新加坡地图很可力 如果现场看到警察 记得给他们矿泉水 他们很辛苦 每天晚上站在路边坐到半夜 只是为了生活 我们应该要支持他们 诶 我跟你讲哦 到时候我一定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好听的歌的 比如说什么黄炎之外啊 高白气球啊 Despacito啊 这个我都不会唱 那特别来宾 诶 诶 诶 特别来宾哦 比如说周杰伦啊 陈毅逊啊 Super Junior啊 还是什么Justin Bieber这些人哦 一辆一辆 他们都不会来的 一辆 诶 不要忘记啊 黄明志4896 Final Call 万能演唱会 Buket Jale 记得买票啊 12月31号 拜拜 祝你每天快乐 祝你 宝购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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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